作为当今亚洲独坛第一人,索星铭是韩国国宝级人物,但为了免除兵役,索星铭请求热刺让他参加亚运会比赛。 不过,热刺也有相应条件交换,韩美亚迪雷指出,孙星铭可以去代表韩国队参加亚运会,但是明年的亚洲杯小组赛前两场,孙星铭要留在热刺,因为热刺与马连的关键比赛,与韩国的第二场亚洲杯小组赛相冲突,即将到来的亚加达亚运会,国足U23的目标是争夺一枚奖牌,但是力强大的韩国队进制冠军, 孙星铭领先出战,作为超龄球员,孙星铭希望帮助韩国队拿掉金牌,这样,他就能免除兵役,否则,他的职业生涯将大受影响。 不过,孙星铭和热刺也有合同,英朝戒旅可以不放人。 不过,热刺还是同意让孙星铭参赛,当然,热刺也提出了相应条件。 首先,孙星铭不准再参加11日份,韩国队的两场热身赛,对手是智利和哥斯达黎加。 其次,孙星铭不准参加亚洲杯小组赛前两场,对手分别是菲律宾和吉尔吉斯斯坦。 因为明年1月12日,热刺将和曼联对决,这场比赛十分重要,而对战菲律宾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分别是1月7日和1月11日。 因此,孙星铭将缺席小组赛前两场,而韩国队第三场的对手就是国足。 这场比赛的时间是1月16日,显然,这一结果对国足不利。 毕竟,孙星铭是亚洲投号球星,他及时回归队阵中国队,对李批而言不是好消息。 不过,国足的目标是杀入半决赛,无论对手像不像孙星铭,国足都应该有信心,击败任何亚洲对手。